你说螺蛳粉除了煮炒和做成火锅还能咋吃 干饭呢 先拌面那样 真的我要向你们安利一下螺蛳粉的神仙吃法 真的超级好吃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首先来调个料汁 芝麻酱满满一大勺 再把螺蛳粉的汤料包倒进去 醋包也倒进去 搅拌均匀 备用 螺蛳粉的正确煮法 冷水下锅 第一次煮五分钟把粉捞出来 再换一锅水 把粉加进去 放自己爱吃的青菜和丸子 把你们家最大的那种锅找出来 把它们都捞出来 最后一次加入笋包和菜包 还有铺竹包 注入这碗螺蛳粉的灵魂 点净之笔 风辣油 我居然吃到了有螺蛳肉的螺蛳粉 就像老婆冰里有老婆那种喜悦 这一半真的我瞬间伤头了 好香好香啊 你们快去换一个能隔着屏幕闻着香味的手机 不行了不行了 我赶紧尝一口 这个辣椒油的味道太好了 结合着料汁的味道 而且呀 这个腐竹吸满料汁后更好吃了 快去试试吧